为什么要归依佛陀? 佛弟子归依佛陀 并不是惧怕他 而是为了在古墓 和信心里面 获得自我淨化 佛弟子归依佛陀 并不是因为 佛陀是上帝 或者上帝的儿子 佛陀从来没有说 他有神圣 他都是人 但是他是有人类以来 最觉悟的人 最慈悲的人 最有智慧的人 和最为人尊敬的人 所以 归依佛陀 如同归依老师 或者师父 他告诉我们 如何解脱痛苦的正道 信众们 敬礼佛陀 表示他们的感恩 和崇敬 但是并不是 要求物质的赐语 佛教徒 不是祈求佛陀 也不是以为 他会掌佛 或者诅咒 人类的上帝 他们淫重经文 和赞颂 并没有祈祷的意思 而是换起 那份崇高的功德 和善美的素质 作为自我鼓舞 和响道 跟随他的教界 去发展自信 有些评论家 非难这种 归依佛陀的态度 他们说 佛陀已经死了 好不幸 这些人 没有真正了解 归依 和尊敬 帝子们 当人们 在恐怖丘仇中 不要去归信 那些无益的山 木 岩 树等神 这种归依 是不安全的 是不重要的 这些归依 不能免除病患 它必须归依佛陀 达摩 增加 了解正当的知见 四圣体的道理 即是苦 苦的恩 灭苦和灭苦之八正道 这些方法 才能够断绝苦痛 这些是真正的归依 寻求归依 一个人才能够 真正远离苦难 在达达达达达达经中 说到归依都理天神 或者其他诸天神 归依者 并不能够解除 他内心的恐惧和不安 唯有归依佛 法 增三宝 其理由是 诸天神 并没有灭贪 贪 烦恼内心的扰动 但是 佛 法 增 三宝 都消灭了这些烦恼 印度 印度诗人 因为你是太阳种族 而大声欢呼 不是为了获得广大的知识 只是由于你那无尽磁力所吸引 为你那无比智慧所依顺 平安度过无边生死海 我倾心于你 佛陀 成为你的忠实弟子 有人说 因为佛陀 都是一个人 不值得我们归依他 但是他们不知道 佛陀很清楚说过 他是一个人 不过 他不是一个普通的人 就好像我们一样 他是一位不平凡 而且不可比类的圣人 他有高超的智慧 以及对待一切众生 无限的悲闻 他是人 而且远离人类的弱点 污点 甚至人类私情的人 另外的问题是 一般人常常会生起的是 假使佛陀不是上帝 或者说 他已经没有活在这个世间了 他如何护佑他的弟子呢 其实 不需要成为上帝之后 才能够保佑人 即使父母 都可以护养他们的子女 按照佛陀的教义 假使人们 能够跟从他的忠言 过着宗教生活 他们才会获得 佛陀的护佑 佛陀曾经说过 假使任何一个人 需要见到我 只要看我的教界 是怎样羞耻 就行了 那些遵行他的言教的人 将会被单单看 共坛上面的佛像的人 容易看到佛陀的真正本心 佛陀佛陀 掌老解宗 人们依止于正法 即是正当的生活方式 将会获得正法的保护 其他的宗教 崇拜上帝 宠爱恃予他们的一切 佛教徒崇拜佛陀 不是请求世俗的宠爱 只是尊敬佛陀 无比的成就 当佛教徒他们 尊敬佛陀 他们是间接地 提升他们的心灵 如此 有一天 假使他们 切望成佛 他们也能够 同正佛道 救度众生 佛弟子尊敬佛陀 正如对思长一样 然而 这种尊敬 并不是一种含有执着性 或者依赖老师 这种尊敬 是按照他精心的教义 正如《杂窝含经》里面说 比优们 即使一个比优 虽然是在我外意的边缘 亦步亦吹的跟随着我 但是 假使他心中具有贪心 强力地 贪着五欲之心 具有不正和堕落的思念和目的 并且集乱 态慢 而不能沉思 慌张 而不能镇定 五官 不能控制的人 他则远离了我 我也远离了他 比优们 假使一个比优 他居住在百里之外 然而 他不贪婪 没有强烈的五欲之心 没有邪念 没有堕落思念和目的 他的心念坚定 精进而专心 他的思想专注 而自制于五根 五根即是五种官能 即是眼 以 鼻 舌 身 如此 他是接近了我 我也接近了他